欢迎收看港澳区会线上安息日学 让我们一起研究上帝圣言 今季的题目是《以乎所书》 而今课的题目是《成就和平》 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请暂止凡牧师做个吐告 让我们同心祈祷 参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 再次打开圣经 研读你的话语 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力我们的讨论 使我们明白当中的信息 使我们能够靠着主 依赖主给我们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在属灵的真战当中 能够靠主得胜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字祈求 阿们 今课的全心节 记载在《以乎所书》六章十六到十七节 此外 有拿着信德 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道 在开始之先 让我们再次重温《以乎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当中 关于教会所参与的战争 保罗是怎样说的呢 保罗主要描述的是 信徒个人对抗邪恶的熟灵真战呢 还是教会集体的对抗邪恶的真战呢 让我们再次看下《以乎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 我还有未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靠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要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撒旦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 以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讨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放胆开口 讲明福音的傲悲 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 放胆讲论 在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战争 胜利往往取决于一个兵团中 士兵的亲密合作 特别是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 吸入彼子互相的支持 战斗中的个人主义 被认为是蛮族战事才有的特征 注定了他们是会被打败 保罗是根据这个普遍的军事策略 在《以忽所书》六章 10到20节当中 重点讨论了整个教会 与邪恶的斗争 这个观点由以下 几个重要的理由支持 第一 这段的说话是关于教会书信的最高潮 如果保罗以一个孤独的基督徒战士 与黑暗敌人作战的画面来结出他的书信 未免太令人废解了 第二 在这段说话的结尾 保罗呼吁为众圣徒祈求时 强调了基督徒之间的友谊 第三 最重要的是在信的前面 当保罗讨论邪恶势力时 他将他们置于教会的对立面 而非紧紧针对单一的信徒 在《以忽所书》三章10节 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上帝百官的智慧 因此在《以忽所书》六章10到20节 并没有描绘出一个孤身与邪恶对抗的战士 相反 保罗作为一个将军 把教会当作一支军队来看待 他呼吁我们穿起全副的军装 作为一支合一的军队 积极且团结地一致投入战争 保罗用了一系列的比喻来描绘教会的职责 其中包括对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 上帝的圣殿和基督的辛苦的连续性描绘 最后他选择用一个比喻来结束他对教会最重要的劝勉 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军队 由于我们正接近磨难的日子 即长期与邪恶斗争的最后阶段 现在绝不是我们对上帝的委身 或者对和基督征兵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忠诚 产生疑虑的时候 保罗在我们眼前所描述的是上帝荣耀的军队 勇敢的战士们已经全副武装 准备好完成他们的使命 承接下来我们看保罗期望信徒 如何准备和邪恶作争斗 以忽所书6章14节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大指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借控 俄罗对一场激烈战斗所发出的警告 是为了向读者引出有关最后站立的呼召 其中包含了很多细节 俄罗提到束腰的动作 古代的衣服比较宽松 因此在工作或者战斗之前 需要继续腰筋 俄罗想象信徒 好像罗马军团一样穿上规格 首先就是要束上带有装饰的腰带 以及大靠的关用皮带 腰带上挂着一些覆盖着金属圆片的皮带 共同种成一个围裙 看来就好像关咸的徽章 这个腰带的基本功能 就是绑着衣服和固定物品 真理不是信徒自己的 而是来自上帝的恩慈 但真理又并非抽象或者遥不可及 好像对他们的生活 没有任何足以产生改变的影响力 他们要束上上帝的真理 体验并使用这个神圣的礼物 他们与其说是拥有上的真理 不理说是上帝的真理持住 并且保护着他们 保罗接下来 敦促信徒穿上公义 作护心镜 就好像真理的腰带一样 也是神圣的 是叶华自己作为神圣战士 所穿戴的军装的一部分 保罗时代士兵所使用的全副规甲 是由锁指甲 轮甲 或重叠的铁带扣在一起制成的 这种全身规甲 或者胸甲 可以保护重要的器官 不受攻击或者刺傷 如此类推 信徒要经历上帝以公义之恩 为保护而刺虾的熟灵屏障 在《义弗所书》当中 保罗将公义与圣结 良善与诚实 联系在一起 保罗认为 这是公正和善待他人的好特质 是我们信徒们必须拥有的 罗马士兵在准备战斗的时候 还会穿上一对结实的军用梁鞋 这种鞋 以多层的鞋底 和很粗的鞋钉作为特征 能够帮助士兵 坚守阵地 并且暂立得稳 保罗认用了《义塞亚书》52章7节 来解释这种的军梁 这一章节所描述的是 慶祝由信使带来耶和华 以为他的子民打了圣仗的好消息的瞬间 和平之军开始统治 在《义塞亚书》52章7节 这样说 那报佳音 传平安 报好信 传救恩的 对石安说 你的上帝作黄了 这人的脚 灯山河等佳尾 保罗在《义塞亚书》中强调了八次的和平 平安 《义塞亚书》一章二节 奉上帝旨意 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在《义塞亚书》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因为 平安 从上帝 《义塞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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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爱 《义塞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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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人聚在一起,造成一個新人 透過持守基督的救恩和祂建立和平工作中所包含的福音 透過慶祝祂過去的勝利和展望未來的得勝 信徒就穿好了鞋,準備投入戰鬥 就好像《以采雅書52章7》當中的信使一樣 信徒是宣揚基督的勝利和祂和平的信使 然而保羅並不希望我們將祂的號召理解為要何槍實彈 去對抗敵人 這就是為何祂指出信徒是在宣揚平安的福音 祂不希望信徒在與其他人的關係當中增強好鬥 因為祂一直強調合一,有益的言語和溫柔的心 教會要透過運用福音中的基督徒美德 例如謙卑、忍耐、寬恕、和實淺 即是祈禱、敬拜等等 來成就和平 這種和平不是靠妥協或融合而達成的 是上帝透過十字架彰顯出愛和公義 當人們接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績時候 上帝便因應賜給他們基督的義 正是這種愛和公義使人與上帝之間 戰勝了控訴者和仇敵 從而帶來和平 這種行為是戰略性的 指向上帝的雲偉計劃 即是在基督裡合一萬有 懷愛倫、澳大利亞、聯合會會議記錄 1899年7月28日 上帝呼召我們穿戴軍裝 我們不要掃羅的規格 而是要上帝的全副軍裝 然後我們就可以滿戴著基督般的溫柔 憐憫和愛心去工作 接下來有一個問題就是 信徒作為善惡之爭中的戰士 應該是什麼時候 和如何使用盾牌、頭盔和保劍 《二法所書》6章16、17節這樣說 此外由拿著信德當作盾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保劍就是上帝的道 普羅所說的盾牌 是指羅馬軍團裡面使用的 長方形大盾牌 這種盾牌是由木頭製成 上面包著皮甲 它的邊緣向來彎曲 以防止來自側面的攻擊 盾牌在水裡浸泡之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說明它能夠熄滅 浸泡過立青的火箭 普羅對信德的盾牌的描述 反映出教育 用盾牌作為上帝的象征 想你藉著這個方法保護它的指紋 拿起信德的盾牌 就是帶著對上的信心 進入宇宙之前 上帝代表信徒作戰 提供最好的武器裝備 並且確保勝利 與此同時 羅馬的戰鬥頭盔 是由鐵或者銅製成的 在保護頭部的腕型結構上 後部還加上護頸的板 兩邊加上護耳板 前面有微靈和保護臉夾的教練板 鑒於頭盔所提供的保護功能 《救恩的頭盔》 象徵著信徒 和那位復活升天被高舉的基督 在團結合一上所經歷的救恩 戴上救恩的頭盔 意味著拒絕當時一般的人 對靈勢力的恐懼 而是相信基督至高無上的能力 最後一件武器是聖靈的寶劍 就是上帝的道 指的是羅馬關群裏 標配的雙人短劍 在戰場上 士兵們通常的戰鬥策略 是先挑戰兩個標槍 然後拔劍衝鋒 用這把劍來持實敵人 而信徒所佩戴的劍是聖靈的寶劍 因為這是由聖靈提供的 這種武器被認定為上帝的道 這正在伊法所書六章十到二十節裏 發出的英許 構成了上帝的道 成了與邪惡鬥爭的主要武器 因此上帝的道 就是指我們在聖經裏 所見到半徐福音而來的廣泛英許 在這場的鬥爭裏 我們並不是孤獨犯戰 我們是在主語裏 身穿著祂全副軍裝作戰 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就接受了上帝所賜下的和平 並願意與那些世上 仍與上帝對抗的人分享這個和平 我們並不是從中間的立場 去加入基督的陣營 而是從祂的仇敵的陣營當中轉過來 當我們加入基督的軍隊的時候 就會受到魔鬼和一切其他邪惡勢力 對我們發起的攻擊 為了抵擋他們的攻擊 我們要穿上帝的全副軍裝 來宣揚上帝和平的福音 即使我們可能不喜歡 有這麼多有關軍事的異象 但是他告訴我們 善落之爭到底有多麼的可怕 我們應該怎麼認真地去應對這場戰鬥呢? 保羅在結束他的戰前動員時 敦足作為士兵的信徒 為眾星徒也為他這個被囚禁的使者 獻上至關重要不間斷的祈禱 這種祈禱的呼召 可以作為在軍事異象的延伸 因為在祈禱中呼求上帝的名 是古代戰場上常見的做法 舉一個聖經中的例子 在阿哈式的戰前動員之後 約沙法皇帶領著猶太眾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俯復在耶和華的面前 叩拜耶和華 雖然祈禱不是上帝軍裝的第七件武器 但是它是保羅在戰前動員和軍事比喻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兩個祈禱的請求中的第一個 是保羅要求修信人為眾星徒獻上熱切、迫切和堅持不懈的討告 教會要在與邪惡勢力的戰鬥當中取得勝利 就需要透過聖靈感召的討告來實踐對上帝的信賴 保羅的第二個的討告請求是為了自己 正如《以弗所書》六章十九節這樣說到 也為我祈求 祂祈求上帝能賜給祂有正確的訊息 講明福音的奧備 在正確的時間開口 而在正確的時間傳遞 放膽開口講明 在正確的時間 無畏無懼地去宣講福音的奧備 其中還涉及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福音的奧備 最後一句話所指的是 是我們可以稱之為公開的秘密 即是上帝在基督裏 將外邦人和猶太人一同拯救 創造了一個新人 作為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的總計劃標誌 為什麼信徒們經常被敦足 要懇切不倦的祈禱呢? 保羅在軍事比喻當中提供了兩個答案 第一 與一系列超自然的敵人 進行屬靈戰鬥的威脅 是可怕並且真實的 第二 上帝對賜下屬靈能力和勝利的應許 透過保羅的軍事比喻得到了說明 懇切不倦的討告 為我們提供了機會 使我們能夠仔細聆聽這些應許 因應許而歡喜 並為上帝圓圓不絕的恩典而感謝他 懷愛倫、斯波爾丁和馬根選集 原文第121頁 這樣說到 除非所有的人都齊心協力 否則一支戰鬥中的隊伍 會變得混亂和虛弱 如果士兵們按照自己衝動的想法行動 不考慮彼此的位置和工作 他們就會成為一群聚在一起的獨立原子 無法完成一個有組織的團體的工作 所以基督的士兵們行動必須和諧一致 他們不可懷有為我獨尊的想法 如果他們這麼想 主的百姓就不會完全和諧 一心一意 献身於一個重大目標 而會發現努力徒勞無功 浪費了他們的時間和能力 團結就是力量 幾個信主的人和諧一致地行動 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 在一位元首的領導之下行動 會在每一次遭遇中取得勝利 我們一起看看《儀乎所書》六章二十節 我為這福音的傲備 作了大所念的使者 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 放膽講論 保羅稱自己為大所念的使者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在戰爭期間 大使的角色往往極具挑戰性 所以保羅的字案描述 很符合他以軍事為背景的比喻 大使應當受到尊重 以此向派遣他們的人或國家表示尊重 因此 保羅是宇宙最高統治者的使者 這個身份和他的鎖鏈 字面的意思是鏈子 所代表的完全不受尊重 兩者之間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然而 由於大使也會有職務的鎖鏈 所以 保羅所提到的鎖鏈 可能是大有諷刺意味的意思 他認為他的鎖鏈 是一種裝飾品 可以顯得自己如眾不同 今課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 下課的題目是 《心中的疑忽所》 結束的時候請謝牧師做個禱告 好 我們一起低頭我們討告 持平天父 我們謝謝你呼召我們每一位 成為你的精兵 你呼召我們的同時 亦為我們預備了全副軍裝 願你幫助我們 每天都穿上你 供給我們的全副軍裝 讓我們在淑靈戰爭上 打一場聖仗 為主做美好見證 討告奉耶穌聖命 阿門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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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